近日,去军加强了对伊德利不省的攻击。 在叙利亚战争已经进行八年以后,去军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权,同时控制了全国70%的土地。 现在,还有30%的地区无法解决。 那就是东北方向,美国支援的叙利亚民主军。 北部的叙利亚自由军,和在西北部的叙利亚武装组织。 现在,叙军和俄军,主要打击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叙利亚武装组织。 从4月开始总攻击以来,伊德利不省,已经有27万逃离家园,到相对稳定的地区躲避战乱。 美国已经多次呼吁停止战斗。 叙军则认为,叙利亚武装组织伊德利不省边境地区作为基地,不断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和叙军目标。 因此,必须要对该地区的叙利亚武装组织进行打击。 同时打通M5高速公路和M5高速公路,这两条公路是直接接通土耳其和约旦的重要交通线。 控制和打通这两条公路,叙军就能截断叙利亚武装组织后勤和分割对手。 叙利亚特使巴沙尔贾法里表示,大马士革将不遗余力地,使伊德利不民众从武装组织的控制中解放出来。 现在,在伊德利不省,有3万名叙利亚武装组织成员。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,为了断绝叙利亚武装组织的后勤供应, 续金战机正在向伊德利不省、哈马省和阿勒坡省农田大量投资燃烧弹,通过烧毁农田, 断绝叙利亚武装组织的粮食供应,削弱其战斗力。 从近几周的战斗来看,续军主要还是打通交通线,控制关键节点为主要战役目标。 进一步削弱叙利亚武装组织实力,为最后的大决战,创造有利战场态势。 近期,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,现在有450名法国人,被关押在叙利亚民主军的战俘营。 他们大部分都是女性和幼儿,是叙利亚民主军,在最后消灭IS主力时俘虏的。 而且,还有一百多名法国武装人员,在伊德利不省叙利亚武装组织当中与叙利军战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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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